男人久战不屑有哪几种方法呢 对于男性朋友来说 在房事方面 只能表现出足够的出色 才能够彰显出自己的风采 房事表现出色 就是不早些的问题 但是很多的时候呢 都会肆意愿违 不少的男性呢 在床上都是潮潮了事的 男人想要自己久战不屑 不如呢 看看下面这几种方法 第一点就是健身锻炼了 有一部分的男性 有早些的问题出现 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健康 有一定的问题 这时候呢 就需要加强自身的身体锻炼了 加强身体锻炼 对早些的治疗 有很明显的效果 其中呢 深蹲这种方法是最为奇效的 因为深蹲的过程中 锻炼了腰腹力量 腿部的力量 也得到了加强 第二点呢 就是降低敏感度 男性呢 之所以呢 会在房市的时候早些 主要还是和他自身的敏感程度啊 有关系的 如果自身的敏感度降低了 那么早些的问题就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降低了敏感度的方法 还是有挺多的 可以在房市的时候呢 使用厚一点的避孕套 这样呢 能够将阴镜隔绝出来 所以就不容易早些了 第三点就是 使用补肾的食物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很多的食物都具有 补肾壮阳的一个功效 男性朋友们呢 可以通过使用一些 补肾壮阳的食物 来改善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 像韭菜 泥丘 黄鳝 等这样的食物在 补肾壮阳的方面都是非常有效果的 每隔一段时间就使用的话 对身体的好处啊 显而易见哦 第四点就是分散注意力了 很多的男性在房市的时候都是 非常的集中注意力 这样的集中注意力啊 身体会根据神经 给出的反馈 身体会根据神经 给出的反馈 做出反应 所以非常的容易就早些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如果能够将注意力分散的话 身体 那么身体的健康 就会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了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 下期再见哦